一张一张列印出来 有关学生的疫苗接种作业 这些医院书都要交到家长手上 这份正式的接种医院书 各学校已经陆续发送出去 但上头只有莫德纳这个选项 因此很多家长就关心 BNT就要来了 之后还能改吗 虽然签了名就算数 但毕竟打疫苗也不是强制性 台北市赵源计划 5月5号开打莫德纳 时间不变就看家长医院 等到BNT有确定之后 我们就会按照BNT的 注意事项等等 再来提供给家长 做后续的一个选择的参考 那再先讲能不能混打 BNT来的到底要换 如果换那些同意书 是抽回来重新换 所以我跟你讲 这实在是三条线 只是目前ACIP还没有讨论到 能不能开放学童混打BNT 第一季怎么选得更慎重 另外有特殊状况学生 家长可以提出陪打申请 但医学生只限一人 至于被骂防疫变变变的陈时中 免了无奈 两者相比各有利弊 北市预计有5.7万名国小生接种 但按照行程表来看 假如5月6号周五施打 7号8号就是假日可以休息 再来1到5校方可以远距教学 不舒服的学生 还有三天防疫假可请 加上14 15又是周末 学生最多有9天不用到校 家长也要跟着请假在家雇小孩 没赚钱 钱怎么来 一个月没有收入 那这样的家长的心情 对家庭的负担 政府难道你都没有感受到吗 部分给新这个条文 请执政党不要再抗拒 国民党要推动有新照顾价 也就是比照育婴价提供六成薪水 否则孩子停课或确诊 压力就转嫁到家长身上 TVBS新闻程序 江若科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